你這樣子被美國騙啊 你這樣子會不會增加這個中國對於你這個 你要變台獨 我們反抗 我們保衛自己國家變台獨 他會透過很多這種方式 來軟化你的防衛實力 所以我覺得我們當軍人而言 不要討論預算 我們當軍人而言 不要考慮政治的因素 只考慮一件事 我要保住我的陣地 各位小軍TOWNPLUS所有國人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很開心 又邀請到兩位重量級的將軍來到我們現場 首先為你介紹 郭立生 郭將軍 小軍好 大家好 還有宜北成宜將軍 小軍好 大家好 來 今天我們跟你談幾個議題 包括了M1戰車 M2戰車 陸陸續續 從不同的國家 德國 法國 西班牙等等 包括像波蘭 都進駐了 要援助烏克蘭 烏克蘭轉手圍攻了嗎 烏克蘭真的可能會拿下勝利嗎 當然也要看到 台灣所擁有的M1戰車 在年底陸陸續續要來了 未來會扮演什麼樣的 一個戰略的一個角色 同時也要看到 美國最近宣布火山機動布雷車 也即將要軍售給台灣 我們進一步了解 有人說台灣因此變成的是地雷島 是這樣子嗎 共軍的兩棲登陸作戰 外島會變成首當其衝嗎 還有一個議題是中共的間諜氣球 引起國際間的關注 余將軍包括郭將軍 從深入了解 間諜氣球的專業艦隊 這是真的嗎 什麼時候成立 而對全球的威脅是什麼 F22的空中進行的攔截跟摧毀 這樣子應該怎麼看最新的發展 來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烏克蘭的最新形勢的 的確2月24號 俄羅斯進攻烏克蘭很快的時間 已經快一年的時間 美國宣布要提供有M1 跟德國所提供的爆2之後 陸陸續續提供給烏克蘭的戰車的國家 非常的多 我剛剛特別提到 波蘭英國西班牙加拿大 這些國家型號非常多 有爆2啦 包括有什麼PT-91啦 這些都大幅提升烏克蘭的 陸軍的作戰能力 來 郭將軍怎麼看這個態勢呢 我們先講俄羅斯 俄羅斯我個人的觀察 他打到現在 應該是已經疲軟無以為繼 不久之前俄羅斯在國際的黃金市場上 拋售了將近三噸的黃金 來換取他所需要的資金 那另外慢慢冬天過了 那對雙方來講都是一個 進入戰略轉折的一個契機 西方源源不斷的援助烏克蘭 對烏克蘭來講 這是一個很好轉手為攻的機會 那尤其是之前 美國的M2布萊德雷裝部戰鬥車 已經開始往烏克蘭交運 那麼這時候如果M1戰車 再來的話那是如虎天意 為什麼呢 我個人在美國授訓的時候 美軍的M1跟M2裝部戰鬥車 他們原本就是戰場上 部戰協同的partner 那在這邊我要特別講 就是 共軍 中國大陸跟我們的軍事名詞 會有點差異 M1我們叫戰車 大陸叫坦克 坦克 那裝部戰鬥車 M2布萊德雷裝部戰鬥車 中國內部它叫戰車 是戰鬥車的縮寫 那所以常常會搞混 所以你講M2戰車 也沒有完全錯 但是它不是M1的主力戰車 大概我先釐清一下 可以進一步說明嗎 你們在軍中各自扮演M2、M1的 關鍵性的角色 這兩型戰車剛剛特別提到 好 中國叫坦克 我們叫戰車等等 但是在整個發揮的功能方面 雖然是吉家的partner 可是它的功能還是有差別的 來 將軍先來好嗎 這個戰車跟甲車 就是M1M2 我們應該就叫戰車跟甲車 甲車的話就是 一般是步兵在使用 機械化步兵在使用 那戰車就是裝甲兵在用 那麼我講 四肩武功微快不破 那破是什麼 破肩 那肩是什麼 裝甲戰車 戰車是它的防護力夠強 它的火力夠強 那甲車呢快 甲車快 那如果一個是快有火力 一個是防護力強有火力 你說哪個重要 我就講以一個戰場指揮官來講 如果都有兩者我都要 這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說在整體的作戰範圍 還有作戰方式裡面 不管是裝甲還是機甲步兵 很少有單兵種作戰 一定是副手作戰 所以我們從排級 我從剛剛下飛的當排長開始 我們的戰車就有加強戰車牌 什麼叫加強戰車牌 就不是只有戰車 我可能三輛戰車配一輛甲車 這就是剛才郭家軍講的 這叫協同作戰 這叫部戰協同 你為什麼要這種部戰協同呢 你在通過複雜地形的時候 你怕敵人的反動擾去打你 怎麼辦 戰車有非常強大的防護力 不然搜索能力不足 步兵車子往前走 假車往前走 因為假車上面載有 6到8甚至有10個步兵 它有非常強大的徵收能力 它可以幫戰車 將前面的這些破壞 把它給清除 然後等到遇到非常強大的敵人攻擊 例如說有敵人的機砲 或者是敵人地方的這些不必保 那裝護戰鬥車 它沒有那麼強的防護力 戰車在前 步兵到後面 所以這是一個最基礎的加強戰車牌 那到了連擊單位就變成戰鬥隊 那麼如果說這個地方 需要多一點步兵 那就叫做步兵戰鬥隊 如果這個地方敵人的抵抗能力很強 需要裝甲多一點 叫做裝甲戰鬥隊 這是有彈性調整 所以裝甲兵的幾個功能裡面 包含一個彈性編組 編組很重要 那麼你說編組怎麼指揮呢 所以這就是靈活的通信 所以這就是具有裝甲強大的防護力 具有機動的能力 還有火力 最主要是靈活通信 彈性編組 這是讓這些裝備 讓它如虎天翼 加在一起更好的方式 所以很多人說 戰車無用論 或是步兵不夠力 我覺得這都是 對於單一兵種的偏見 那真的要打贏一場戰爭 靠裝甲兵不夠 靠步兵不夠 甚至還要靠路 還要靠空軍 我們地空叫整體作戰 加上空軍叫三軍聯合作戰 它必須要完成這種方式 那麼現在烏克蘭的狀況 我記得跟小軍在去年的這個時候 我們還正在討論 到底烏克蘭會不會挨揍 到底俄羅斯會不會打烏克蘭 那拜登就講會打會打會打 所以我想不到2月24號真的打了 所以烏克蘭從剛開始它的概念就是 我不要被打趴 我不能投降 那是去年2月24號烏克蘭的做法 就是我不要投降 我要挺住 那烏克蘭當時這麼辛苦挺住的原因是什麼 等待外界的資源 就是等待資源 因為憑烏克蘭一己的國防力量打不動 甚至有認為他守不住 可是他創造的奇蹟守住了 那進入了第二階段以後 他開始認為 我不但守得住 而且我會讓俄羅斯受傷很重 那時候烏克蘭應該還沒有想過會贏 我只讓他受傷很重 我會折損他很多的戰力 可是經過了一年以後 現在烏克蘭慢慢認為 我可能會贏 那這個贏的方式 勝利的方式是分為大盛跟小盛兩種 什麼叫 我先講什麼叫大盛 大盛就是把俄羅斯全部 趕出烏克蘭所有的土地 包含了克里米亞 全部趕走 而且讓俄羅斯十年之內不敢捲土重來 這叫大盛 什麼叫小盛就是維持現在的狀況 大家就地歇兵 你佔領的就是你的了 沒有佔領的就還給我 大家簽訂好協定 暫時不要互相攻擊 可是按照我看到的 責任司機的這種作為跟想法 你看在歐洲 英國 法國 到處去遊說 他想什麼 他想大盛 責任司機想大盛 他覺得我的土地都被打交了 我的人民都損傷這麼多了 我的國力被折損成如此 如果我不想搶到一場大盛 我未來沒有十年的時間 讓烏克蘭重來一次 讓我變強 那我未來還會再被打 所以我覺得現在 責任司機的想法應該是要大盛 那大盛需要什麼 需要重裝備 他不再是需要無人機 或者需要一些反裝甲 或者是一些刺針飛彈 這些只能維持不敗 可是要勝利需要重裝備 所以才會剛才郭將軍講的 包含了布萊德雷 包含了艾博蘭戰車 都要進去 進去之後才能夠驅逐出境 把這些俄羅斯人驅逐出境 讓你永遠不敢再回來 所以到底這些重裝備的 慢慢的獲得跟取得 對於整體戰爭的轉折點在哪裡 在於我覺得 澤倫斯機他要的是大盛 而不是苟延殘喘的小盛 來郭將軍 所以顯示現在烏克蘭最新狀況 已經全面要大掃盪 要轉手為攻了嗎 郭將軍 我們從M2 這個布萊德雷裝部戰鬥車 或是假車 跟M1戰車 軍援烏克蘭來看 這是一個真正一個轉類的契機 為什麼呢 除了剛剛講到這個氣候之外 首次作戰 可能我們用阻絕障礙 甚至於在壕溝 斷源殘壁後 都還可以發揮戰力 抵抗御敵 可是當你要轉手為攻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需要機動的車輛 我們需要火力 需要防護力 需要機動力 需要像戰車跟假車的編主 來執行這些公式作戰 那所以我們看到 烏克蘭獲得美軍軍援 跟其他歐洲國家 軍援的主力戰車也好 或假車也好 那我們這樣觀察 我們發現 這個時機點接近了 那麼尤其 就您也知道 我本人是步兵出身的 那余將軍是專長兵出身的 所以你這個問題 剛好又問到我們的專長 那當然 雖然國內有一些人說 戰車無用論 其中一個論點是因為像 他們以美國海軍陸戰隊 在幾年前他就把他們的主力戰車 就是M1A1給汰除了 那麼改成所謂的 濱海作戰團 配備的甚至於像反艦飛彈 這種編裝的武器 那是因為他的任務改變了 他陸戰隊的角色改變了 可是我們地面部隊以陸軍來講 就我們防衛作戰的任務並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如果從兩個角度來切入 那其實我們可以有一些比較 適切的看法 首先我們從我們的防衛作戰的特性來看 我們國土防衛作戰事實上就是一個 以反登陸為主的聯合防衛作戰 所以反登陸代表 登陸跟反登陸一定會有地面部隊的交戰 那除此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空降機降的反空降跟反空機降 尤其是中共自從引進這些大型的運輸機開始 他的空降兵他的戰力是越來越強了 所以未來他的空降作戰絕對不是 這些拿輕武器的散兵 第一波空降的一定是什麼 散兵戰鬥車 也就是履帶的散兵戰鬥車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如果沒有強大的防護力跟火力 機動力的部隊來因應的話 那麼就反空降來講 我們是可能是毫無作用力的 好 再回個頭來講到這個灘案的作戰 我們也希望敵軍在航渡的時候 他就被擊退 擊沉了 因為我常常講 如果濱海可以決勝 何須灘案間諜 好 但是經過我海軍空軍結局之後 殘餘的敵人兵力 所以如果他執意要登陸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有一個 勢切編組的戰車跟甲車的一個聯兵的作戰體 這像剛剛余湘君講的陸航 還有炮兵的火力 那麼這是一個對於反登陸作戰非常有利的利器 這是有關於防護作戰 第二個我們從地理特性來看 其實M1系列這些主力戰車 在亞洲也有部署的紀錄 在哪裡 在南韓 駐韓美軍使用的就是M1系列的主力戰車 那我們知道 其實南韓跟我們的地形是很接近 它的基礎建設 我們也不比它差 既然美軍可以在南韓的順利 而且適切的部署M1主力戰車 那為什麼在台灣會有水處不符呢 這是匪夷所思的 那另外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這一個小小的國家 它是一個高度城市化 一個島國 它使用什麼戰車咧 鮑爾士主力戰車 所以新加坡也使用這種主力戰車 那我們根本沒有理由 我們去否定主力戰車 在地面防護作戰 那最後再舉個例子 瑞士 大家印象中瑞士多山 而且可能比台灣還更崎嶇 可是瑞士咧 它的陸軍裡面 有將近200多輛的 德軍鮑爾士主力戰車 那為什麼它也用主力戰車 道理很簡單 因為通往瑞士國境有5條高速公路 從外國通往瑞士 所以它就在這5條快速的接近路線上 各部署一個營的 這個鮑爾士的主力戰車 用來抗擊入侵的敵軍 所以我舉了這幾個例子 我想如果再有人講戰車無用論好 我想我們會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 那余將軍他本身是莊甲兵出身的 他應該更有一些體驗 是莊甲兵出身的余將軍 他們以這個橋樑公路 甚至以台灣的海防線所面臨的兩棲登陸的威脅 現在目前為止 看不到特別的駐軍 特別的碉堡 認為戰車反而機動性不夠 所以才會出現這個戰車無用論 那余將軍進一步補充好嗎 這當然戰車比起我們步兵用的甲車速度慢多了 真的慢多了 而且對於道路的要求當然更強嘛 因為它重嘛 那麼說戰車過橋 那很多人說用接地的PSI這種方式可以去解決 其實如果按照真正的現象是解決不了的啦 因為它重視事實嘛 它重視事實 它會把橋樑傷害或是鬆動 甚至會影響橋樑的安全 那整個戰車掉下去不就沒站立了嗎 那可是這個都有解決之道啦 就是我們的戰車絕對不是要作戰的時候 才運到這個地方 所以當時很多人說把戰車部隊裝甲旅當成真援作戰 我是不同意的 裝甲旅這麼重裝備的 第一個不能遠離它的後勤普保區 第二個不能遠離它的任務區 它絕對是在40公里以內的地方來執行任務 你不可能從台灣頭到台灣尾嗎 不可能 這一定是預製 那麼預製的就沒有所謂的重的問題 越重越好 越結實越好 防護力越強越好 所以說在做一些基礎建設的時候 我只擔心一件事 就是我們有一些高速公路相關的寒洞 它要過得去 它只要能夠過得去就沒問題 那現在按照現在台灣的狀況 公路都是雙向島 它的都是寒洞的雙向島 所以它不可能過不去 一定過得去 只要過得去就沒這個問題 那至於說橋樑載重量 我可以預置 先把戰車放在我預想嵌敵的地區 因為戰車部隊最大的任務 除了反空降以外 一個人反擊作戰 什麼叫反擊作戰 現在這些登陸部隊上來以後 我們把它推回去 把它推回去 那推回去你就要接受到 來自海上的火力 因為它要登陸 它一定會有各種的炮兵的火力 甚至空中的火力來打你 那如果說你只是用 像烏克蘭這次一樣 你用無人機 或者是你用步兵的反戰車飛彈 或者防空的刺針飛彈 請問你這個人的安全從哪裡走 你會擔心啊 肉身啊 它來的是一個炮彈的碎片 或者一發子彈就解決你了 那你扛著一枚上萬美金的飛彈 不就沒用了嗎 所以我才說 有一些高威脅性的地區 它勢必是要戰車區 畢竟是鐵包人 你人去你人拿鐵 那你是空的 所以我才說戰車無用論 你到了戰場第一線 你就知道它有沒有用 因為我們長期在做 三軍聯合作戰的時候 我們在第一線 我們的資源火炮 是從我們頭頂上飛過 那我為什麼不擔心 因為我在戰車裡面 我的戰車裡面有基礎的防護力 即使這發炮彈是淨彈 對我來講沒有立即的傷害 那如果是步兵那不得了啦 步兵趴在原地 只要有一發淨彈 在你的這個爆裂的範圍之內 這一個牌都完蛋 所以我說戰車無用論 如果你真的上戰場 實兵實彈演習過 你就知道在暫時有一部戰車 對整個作戰任務 有多麼強烈的 就是所謂的任務執行的確切性 那但是我很多人說那有戰車 會不會排擠相關的國防預算 所以我覺得這國防預算 不是建軍要考量 我真的認為國防預算 不是建軍要考量的事情 因為依據不同的重點 優先投入預算 而不是普遍的亂撒錢 如果普遍亂撒錢 再多錢都不夠用 所以說國防預算投入的優先順序 這是國防部要擔心的 而我們第一線的指揮官 你去考量國防預算 這仗不要打了 這仗不要打了 我要把敵人打回海裡面去 我要把敵人推出去 我先考量我這一發子彈多少錢 那這仗怎麼打 這仗不能打 所以我才說 國防預算是政策單位要去做精準分配的 而第一線的指揮官 還有相關的野戰軍團 你只要管一件事 我能夠獲得多少資源 我必須獲得多少資源 而上幾年能給我多少資源 我在你有限資源裡面 我全力要達成任務 這樣就夠了 所以說不管是戰車 不管是機部 不管是炮兵 不管是陸航 我覺得就中華民國的來講 當然是越充足越好 那麼對於解放軍來講 他當然希望你越少越好 你裁軍裁的越 你最好沒戰車 最好中華民國沒戰車 最好中華民國沒有刺針飛彈 最好中華民國沒有標槍飛彈 他輕鬆嘛 那當你什麼都具備的時候 他當然非常的痛苦 那他痛苦 他當然會透過很多非軍事的手段 來削弱你的抵抗能力 例如說你這樣子會影響 會挑釁啊 你這樣子被美國騙啊 你這樣子會不會增加 這個中國對於你這個 你要變台獨 我們反抗 我們保衛自己國家變台獨 他會透過很多這種方式 來軟化你的防衛實力 所以我覺得我們當軍人而言 不要考慮綠算 我們當軍人而言 不要考慮政治的因素 只考慮一件事 我要保住我的陣地 我要捍衛我的國家跟人民就夠了 俄羅斯的坦克 據說已經遭到摧毀有一半以上 那以烏克蘭來自四面八方 這些國家的軍員 尤其是不管鮑二啦 M1 M2陸陸續都進去 兩位一致的看法都認為要轉手為攻 而且有全面性掃盪的一個意味 那我們如果看到台灣 年底108輛 我們的M1戰車來了 他發揮的戰能108輛 對於台海現在的狀況夠嗎 郭將軍夠嗎 OK嗎 那我們引進了M1A2T的主力戰車 其實數量只有108輛 那這108輛怎麼使用呢 等一下郭將軍他可能有更好的詮釋 但是我僅就後勤觀點來看 因為這個主力戰車是一個新一代的戰車 它的發動機它的射控 跟它的這些關鍵零組件 它保養的方式都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那如果我們把它分散使用的話 那我的後勤資源的遁重性 就或者負擔就變得很大 所以哪個地方是我們最需要 敵人最敢頭痛的地方 我最能讓他發揮戰力的地方 那我們應該優先考量 優先來部署這樣的新式的裝備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才講 烏克蘭獲得了M2這個假車 跟M1戰車之後 它的搭配使用 那在我們國內呢 我們沒有M2裝部戰鬥車 我們用的是雲豹八輪假車 那M2戰鬥車呢 我們過去在美國受訓的時候 我們曾經有親自的操作使用過 它有一個25公里的主炮 速度非常快 那我的教官告訴我說 它在第一次不彎戰車的時候 它的M2的這個主炮 曾經貫穿過伊拉克的T-72戰車的炮塔 那除了這個它的主炮25公里之外 它還有兩枚托斯飛彈在這個炮塔旁邊 是隨時可以發射 那還有銅駝機槍 另外它的後艙還有六個席位的步兵 它可以在車上戰鬥也可以下車戰鬥 所以用這樣的布萊德的裝部戰鬥車跟M1戰車 它相互搭配 是一個非常不錯的組合 那我們國內呢 目前我們的雲豹假車 雖然它也有CM34這種有三菱鏈炮 它的口徑比M2這個還大 但是相形之下 我個人認為它還要加強它的反裝甲的能力 譬如說脫式飛彈 那M2在M2這個甲車到了烏克蘭之後代表什麼 代表過去他們使用的這些以標槍飛彈 法軍的米蘭飛彈或是短程的火箭為主的 將來它要獲得了什麼 就是更長程的脫式飛彈 脫式飛彈號稱到現在沒有打不穿的裝甲 所以我們可以預期將來這個地面決戰的時候 這兩型的這個主戰的裝備 的確會被烏克蘭帶來很大的戰鬥力 是 真的到了決戰點了 雲將軍 這當然小軍可以注意到 去年的2月24號 為什麼俄羅斯要在這個時候開始攻擊烏克蘭 因為熔兵還沒有完全化 所以它的重裝備可以使用 所以烏克蘭的時候我只要拖過了這個所謂的熔兵旗 讓它變成泥泥 所有的俄羅斯的戰車就陷入泥沼之中 我們在影片中看到 整個都埋在裡面動不了 所以相對的 烏克蘭現在要反攻 也要搶這個時間點 熔兵以前 我才能夠把你俄羅斯這些大兵全部推出去 讓你永遠回不來 然後你的裝備因為你要逃命 所以會留在原地 所以我才說10年無法回來 他必須要搶這個時間點 所以這個時候重裝備重量太重要了 你晚來太晚來了以後熔兵了 當時你怎麼樣困住俄羅斯 現在地形怎麼樣困住你 一模一樣的道理 所以說現在在搶時間 如果這個時間沒有搶到 你就要等到春暖化開 整個土硬了以後才能夠進行反攻 所以重不上這個時間點搶時間 搶裝備的強度搶機動力 都在這個時候 那另外我講到 我們裝甲兵怕不怕這個 有關於M2布萊德雷這種練炮 我說覺得怕 為什麼怕 戰車最強防護力前面這一塊 側面不強 側面不強 後面也不強 敵人從側面攻擊 對 那因為這種所謂的裝甲的 這個裝部的戰鬥車 布萊德雷這種車 輕型的車跑得快 我的戰車轉向 它可以繞你一圈 它跑得快 它的鏈砲射速快 鏈砲跟我們傳統的這個槍子 機械系的裝填不一樣 它是透過電力鏈條讓你上膛 所以上膛之後 它的所有的貫穿裝甲能力 它不是透過追行裝藥 它是硬氣功 它是硬打 透過射速硬打 那它找到你夾 你這個裝甲最弱的地方 那就打穿了 那麼我們在這個戰車砲裡面 在戰車砲塔裡面 外面打你 雖然打不穿 可是心理壓力會有 那種噹噹噹噹噹噹 就一直在打你 那你很清楚 如果打到正面的話 我不怕 夠厚 我耐打 側面一發兩發三發 你會害怕 所以會造成戰車成員的壓力 所以說這些裝部戰鬥車 這種鏈砲射速快 機動力強的 這個裝部戰鬥車 對戰車有沒有威脅 有 那戰車的優勢是 它的火力夠強 它的射程夠遠 它在遠程 還沒有等你實施鏈砲的時候 它可以摧毀你 所以我才說為什麼這個M1跟M2 兩個中間要搭配 要搭配一個防護力強 一個速度快射速快 那兩個搭配才有戰力 單一形式不合作沒有戰力 所以很多人講說這個無用 那個無用 我要加強裝甲 我要提高步兵 其實我覺得這都是 兵科的本位主義 這要平息在一旁 這都不是可取 像復兵的裝甲兵的 我們倆從沒炒過家 我們從來沒有為了裝備炒過家 沒有為了預算炒過家 因為信念只有一個捍衛台灣的安全 那麼這件事再強調一件事 就是說未來M1A2到了台灣要怎麼辦 那大家都想要 對 南部的軍團也想要 怎麼部署呢 對中部北部也想要 要把108那樣除三嗎 北中南都部署嗎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OK 為什麼 千萬不要 一個裝甲旅 除了我以前在的裝甲旅 我有三個戰車營以外 其他裝甲旅都是兩個戰車營 我覺得這兩個戰車營 北部有兩個裝甲旅 其中一個旅優先換裝 純M1A2的戰車 因為還要有一部分要留到裝甲兵學校 要做訓練 要做訓練 因為包含了新的軍官 新的士官 新的士兵 你要有一票戰車讓他去熟裝訓練 然後出師之後 有了證照的時候才可以到部隊服役 所以這108輛其實有部分的 應該至少要20輛以上 必須要留在訓練基地裡面 擔任訓練的種子 另外的80幾輛 充滿一個決勝的裝甲旅 所以我當然建議放在北部 因為包含了美國 包含了自己解放軍自己的想定 優先打北部 你把北部打下來之後 其實整個政經中心瓦解 指揮中心瓦解 那他就達成任務了 所以北部當然是他最想打的地方 敵人越想打的地方 我們當然要佈以我們最強的防衛力量 讓你越想上來越上不來 那你說那敵人不會往中部往南部 好啊太好了 你往中部往南部上來 你就要在島 在我們台灣整個島裡面 狹長的南北運動 那就是我們各個軍種 狙殺他的時候 因為他進來以後 他的後勤就斷了 他的後勤就斷了 斷了以後 他沒有辦法在台灣本島 獲得他應有的資源 他的軍需物資 他的油料 他的後勤他獲得不了 那麼進來一個部隊 其實就消滅一個部隊 所以我們想到了 解放軍應該也想到 他不會在島內做南北的運動 所以長期以來 我們早期我們在台灣 做演習 早期都是做南北對抗演習 現在南北對抗演習變少了 絕大多數是以漢官為習 演習為核心 都是在執行 颱風防衛作戰的任務 所以這就知道 整個建軍的走向 已經從南北的訓練 變成東西向的決戰 那麼中國知不知道知道 那中國現在除了面臨台灣 提升我們的防衛武器之外 其實他最大的這個夢魘呢 是日本 美國 還有菲律賓 南部的澳洲 這才是他真正的夢魘 因為他要想到一個理由 就是我打台灣的時候 讓這一些人 沒有藉口來協助你 嗯哼 對 那如何呢 如何沒有藉口呢 就是台灣自己承認 我是你的一部分 所以我打你 很簡單 那是內戰 你們不要來干涉 如果當時烏克蘭承認了 美國沒有辦法協助 如果烏克蘭承認 他是俄羅斯的一部分 他被打得再慘 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協助他 因為你都承認了嘛 那你們內戰 我去管理這麼多閒事幹什麼 所以我說 這才是中國 一直除了武力以外 一直在想辦法讓台灣取福 就是你要承認 你是中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 所以我打你的時候 美國別來鬧 日本別來鬧 澳洲菲律賓跟你們無關 可是當台灣被拿下了 日本還在嗎 日本還有安全嗎 美國的第二島鏈 會不會受到威脅 所以我覺得這一些是 中國除了武裝力量以外 一直在突破的一點 所以這點是 除了軍人做不到 所以要全主國的人們 一起來做 是 我們都強調 挺住第一級非常關鍵 但是剛剛于將軍所講的 在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會讓美國不敢動 菲律賓不敢動 日本不敢動 澳洲也無能為力 會有這種狀況發生嗎 郭將軍 這要從什麼 從第一個就是他的軍力 有沒有辦法能夠嚇阻這麼多國家 讓他不能動 以前共軍常常講 他在對台作戰的時候 他必須有一部分的做什麼 抗擊外軍 就反介入 那抗擊外軍反介入 目前就我們來觀察 共軍的這些手段已經 見次成熟 那抗擊外軍可以用什麼 哪些手段呢 當然第一個 導彈 抗擊外軍 他除了攻擊這些外軍的 他的基地之外 他也可以用導彈攻擊 譬如說水面的艦艇 那第二個抗擊外軍有什麼 航母 那中共現在的第二個航母 第三個航母戰鬥群也逐漸發展要 完全的 所以未來他要震懾剛剛就像 余家軍組長這麼多國家 讓他不敢動 其中有一個部分是抗擊外軍的實力 而這實力我們可以從導彈 從航空母艦的戰力 我們來做觀察 但是解放軍可能會說 我並沒有波及到菲律賓 我沒有波及到日本澳洲 甚至我沒有攻擊美國 這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內戰 所以在第一級 如果我們撐不住的話 包括這一些亞太同盟的 民族同盟這些國家 沒有採取具體行動 台灣會面臨什麼狀況 郭將軍 以前有曾經討論過 有一種武器叫做電磁脈衝 小軍你聽過嗎 電磁脈衝號稱什麼 就是乾淨的武器 它讓所有電子元件全部短路 全部失靈 但是人不會怎麼樣 所以很快就癱瘓你的抵抗力 所以有一陣子我們很認真去研究 電磁脈衝武器對我們的影響 尤其是電磁脈衝它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核電子脈衝 一個是非核電子脈衝 核電子脈衝就是讓核子武器爆炸瞬間 所產生的電磁脈衝 另外就我們所掌握到 中共軍方也已經研究 非核電子脈衝的武器也成熟了 那核電子脈衝它必須要有一定高度 讓它炸開之後 電子脈衝影響的這個範圍 那個高度剛好是愛國者非愛攔截的高度 第二個電子脈衝它是沒辦法控制它的 因為它是一個四散型的 那你用電子脈衝會不會影響過往的航機 輪船 會不會影響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基地 日本菲律賓 那這都考量到 好那我用這個例子回過頭來講 打台灣看起來好像是不難 可是一發導彈飛經過的空域你要把它管制住 你要讓所有的航機航艦都離開 那在這個之前你是不是要先宣告 我什麼地方從幾月就要開始 任何外國的航機的船隻不能進入 進入的話自行負責 或者進入的話我要驅離 為什麼 理由可能是演習 理由可能是它有某種軍事任務 那這不是提供給我一個戰略預警嗎 所以我們長久以來我們在設定共軍武力犯台的時候 最可能的一個方式就是移演轉戰 所以移演轉戰就是利用演習為 用演習然後發起促然攻擊 沒錯 因為現在高科技的時代 任何大規模的部隊集中跟調動 都難逃這些情間真這些衛星的法演 所以能夠合理解釋就是說我在演習 可是演習結束之後這些部隊沒有回去 或者演習的部隊逐漸逐漸往他所希望交戰的地方移動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謹慎就要小心了 那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可以提供戰略預警的一些偵吼 那我們目前為止我們還是研判 這個遊演轉戰是共軍對台動武一個最大的徵兆 那我們會 我想國軍在這方面 應該還是會持續的用情間真的手段來注意共軍的發展 遊演轉戰 這是為什麼在2022年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來到台灣之後 引發中國的解放軍對台灣整個島嶼的一個包圍 那個時候呢 真的就是一個完全是一個軍事的行動 我記得 戴維斯在前陣子來到台灣的時候停留時間有好幾天 那拜會了蔡英文總統 當然拜會了國安的高層 有一個國安高層當面跟戴維斯說 為什麼 佩洛西這一次來台灣所引發解放軍在台灣的四周圍 進行幾乎六到七個區域 長達四天的一個軍事演習 那你剛剛講過去的戰爭是怎麼樣 演習轉換成實際的作戰 而且靠的是一個可能突襲或者是擦槍走火 這一位國安高層告訴戴維斯說 美國長期在遵守這個一中的一個戰略模糊 到底有沒有想過 你們的戰略真的符合美國實際利益嗎 符合全球 尤其亞太這些民主同盟的一個利益嗎 他舉這個1996年 這個飛彈危機的時候 那個時候同樣距離台灣是非常非常近 可是兩艘航母在基隆外海啊 距離台灣是非常近 那為什麼這一次 就是國安高層告訴戴維斯說 你好歹嘛 你們這一次兩艘航母 你不要再距離台灣900海底這麼遠 萬一有發生狀況 你們遲遠得了嗎 他把這番話施壓給戴維斯 戴維斯當然沒有很具體的描述 那我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剛剛所講 台灣現在所面臨的 其實佩洛西那一次 中國解放軍對台灣這種類軍事的一個演習 對台灣的民眾來造成相當大的一個震撼 也所謂的以美論再度提出來 一旦台灣遭受到攻擊 美國你到底的角色 你還持續戰略模糊嗎 我們撐過第一級之後 你們的軍事行動的援助 到底會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方式呢 余將軍要補充嗎 其實 因為烏克蘭這個狀況 其實是我們最好的借鏡空間 美國很早就警告烏克蘭 俄羅斯要打你 烏克蘭不相信 他認為不會打 後來當2月24號真打的時候 美國做了什麼 美國做了什麼 美國第一次已經提供了預計 但是拜登第一時間說我不會出兵 對 我不會出兵 但是呢 必須要烏克蘭自己要展現出 你抵抗的決心跟毅力 如果你烏克蘭第一時間 哲羅斯就跑了 搭飛機跑了 因為美國有說 我可以提供給你政治屁股 你可以跑 哲羅斯如果跑了 烏克蘭不會抵抗到今天 大概7天就結束了 可是哲羅斯的選擇是 我要留下來 跟所有烏克蘭人民 繼續捍衛我們的民主跟自由 他的這一點 才爭取到這麼多人的軍援 所以第一時間的態度很重要 所以現在為什麼很多人在說 只要作戰開始 蔡英文會跑了 然後這些有錢人都會跑了 這就是在什麼 這才叫 都不叫疑美論 叫疑己論 在懷疑自己 然後最近很多知識分子在傳 蔡英文總統其實是有問題的 對 他真正的目的 你們注意看 他叫消滅中華民國的 是 這就是當時如出一策 當時烏克蘭中華民國一模一樣 責任自己會跑了 這演員他不演了 他就跑了 最後他沒有跑 所以說當敵人沒有攻擊我們的時候 這個正確答案不會揭曉 只有誰知道 只有蔡英文總統自己知道 只有這些國安高層自己知道 那可是以一個軍事的將領來講 我不認為有任何的軍事將領 會有逃跑的可能 包含退降 如果這些人會跑的話 當時裴洛西來他就跑了 因為他很清楚 什麼時候能跑 什麼時候不能跑 如果裴洛西來這人沒跑 他就不會跑 因為裴洛西來 等到飛彈真的攻擊 他怎麼跑 那所有的飛機都進航了 航線都被封鎖了 所以裴洛西來之前 這些人沒有跑 表示不會跑 所以其實你說以美論 我不是懷疑自己 你這些人在懷疑自己 你會不會跑 你說蔡英文會不會跑 你說國安局局長會跑 你說這個高官會跑 你會不會跑 如果你不會跑 人家為什麼要跑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 不管是以美還是懷疑自己 那我說懷疑美國是表示 美國會不會出兵幫你打 我常在講一件事 美國為什麼要出兵保衛台灣 沒有道理 你台灣自己都不想保衛自己了 美國人為什麼要讓他的子弟 犧牲生命 犧牲金錢來保衛台灣 沒有道理 那一定是你展現出 你捍衛自由的態度 你願意為這個第一島鏈 做出你自己一亩三分地的貢獻 大前提一定是這樣子 對 但是美國有沒有足夠的一個戰略 恫嚇 中國你不要輕舉妄動 所以美國調整 美國戰略一直在調整 戰略一直在調整 在九州台回擊的時候 為什麼要兩艘航空母艦來 那時候還沒有濱海戰鬥團的這種戰略 沒有 也沒有所謂的長城武器的資源 它必須要靠航母到定位 才能夠嚇阻 那現在你說在沖繩 在日本 甚至到關島 它的武器支援不到嗎 而且按照現在 當時在九州台回擊的時候 台灣沒有一款武器是可以打到對岸的 可以源頭打擊的 現在有啊 所以美國是經過了評估以後做改變 那最主要是 無論美國人做什麼樣的資源跟協助 中華民國的國軍 跟我們所有2300萬的居民 你必須要有同島一命的想法 你要同島一命你不會跑別人就不會跑 國軍能夠守多久 所以邱國正部長每次講的一句話 我蠻贊同的 國軍的守多久 是要看人民希望我守多久 人民希望國軍挺到底 國軍就挺到底 如果人民希望我投降 國軍也打不下去啊 我的所有支持 我的民意都希望我投降 我怎麼打 我前面在打後面在反戰 這是打不下去的 所以只要有同島一命的決心 中國想要拿下2300萬人的中華民國 真的沒那麼容易 如果那麼容易 70年不會等到今天 是 這兩天我們一直在講 這個村民防衛的國民意志 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也特別在強調認知作戰當中 任何在這個戰時的時候 散播投降的 那一定是一個假消息 只是說在這個台海危機所爆發時 美國你真正的一個態度 會令外界會呈現一個比較 認為說長期大家說什麼親中親美啦 那最後親美的結果 美國還維持一個戰略模糊的一個態度嗎 你好歹要說一點點狠話嘛 好歹你戰略裡頭要讓這個習大大認為 我想要拿下台灣不太容易 因為民主同盟當中 這個老大哥美國不是好惹的 可是相信之下 有時候從拜登的說話裡頭 你會發現說 你是在期待跟習近平還要做什麼 你農我農還做一個好朋友嗎 包括中國最近經援俄羅斯 美國華盛頓 這個華爾街日報都說啦 中國正在提供俄羅斯戰爭所需要的 導航設備啦 干擾技術啦 跟戰鬥機等等啊 華爾街日報對俄羅斯的海關 包括了有84000匹的貨物進行審查 發現軍民兩用的設備 疑似就是來自於中國啊 這一些數據可靠都告訴大家 其實中國他們國有的國防公司 持續向俄羅斯的國防公司去發送軍用零件 而且呢這一些俄羅斯公司在俄羅斯戰爭當中 直接使用類型的一個部件 我說類似這個狀況 拜登你總會做做事情嘛 說說一些總是一個民主同盟當中 應該聽到的話吧 來郭將軍 其實他如果沒說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他做了什麼 OK 那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當戴維森上將來台灣訪問的時候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他到菲律賓去了 對 那當然後面原本這個 布林肯要到大陸去後來就沒去了嘛 那奧斯汀去菲律賓做什麼呢 原本呢 美國跟菲律賓已經有基地的協定 他同意美國在菲律賓有五個使用的基地 那這次去預判呢 他們談還是脫離不了基地的使用 那據了解他除了原本五個之外 美國還會跟他要求再提供五個基地 同時原本的五個基地他使用範圍也比較擴大 那這些新的基地其中還包含什麼呢 包含在巴拉旺島上面來使用它的設施 而這個巴拉旺島是最接近南 這個南中國海就是南海 那這整個來看 這些佈局事實上是都有針對性 那剛剛也講到冰海戰鬥團 對冰海戰鬥團 冰海戰鬥團從去年開始就到菲律賓 去做對海的飛彈 還有海馬式火箭的試射 所以這些其實不用講這些舉措都在做準備 當年台海危機的時候 關島 關島原本是美國要把它撤出清空的 所以當時關島幾乎沒有駐軍了 有一陣子關島還要問我們說要不要我們部隊到關島去訓練 否則他們那個說關掉了 所以後來反恐戰爭關島又開始駐軍了 那現在根本不用講了 為了因應這個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 關島又變成美國的一個防衛的重鎮 所以這些佈局加上新式的武器 剛剛余將軍也講到 所以不需要兩個航母戰鬥群貼這麼近 就已經完成了部署 再加上 導彈危機的時候 日本的態度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些佈局可以讓美國 其實他不用講太多狠話 我們看他做哪些佈局就了解他背後戰略的意涵 是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將軍 關島委這兩天有嗅覺出相關的話題 比如說陸軍第六軍團的炮兵 他們的指揮部多管火箭 在連續三天進行這種迎擊作戰的計劃演練 立即出動作戰 當然這個是雷霆2000多管火箭的炮車 在接戰這個演練 他們模擬對登陸的敵人進行遠峻打擊 這一次在操演的過程當中 當然要加上是部隊的作戰能力 而且是實戰化的訓練 是掛載實戰執行 這是三天所進行的一個畫面 來 最後最後 來 宜將軍做點補充好不好 宜將軍 這其實 國軍絕對不是大家想的說 國軍是在數饅頭在睡覺 國軍因應兩岸的變化 其實一直在做不停的準備 那包含剛才小軍講雷霆2000 雷霆2000早期是要部署到金門的 那因為對岸太多太多聲音了 說這樣會挑釁 其實我覺得當時如果部署到金門 今天的情形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未來要不要調整 我覺得國防部可以做個思考 因為這樣才會彰顯 金門馬祖這些離島的價值 否則他只是有人在上面 他又沒有火力 又沒有武器可以威脅到對岸 那麼這叫什麼前線啊 對 那當然這個部署之前必須要跟金門外島的百姓做好溝通 我們在做這樣是捍衛你的自由與民主 如果你覺得自由與民主是與生俱來不值錢的 那你大可可以變成一個所謂非戰區非軍區 那麼就是你沒有軍力 你沒有維護自己安全的力量 對岸對你是隨時可以拿 那叫做口中肉隨時可以吞下去 所以我覺得國防部在這一方面 不只是要台澎防衛的安全 我覺得連金馬都要強化 否則這種高強度的兩岸威脅 你如果沒有強悍的軍事能力 能夠抵抗它的來清 你怎麼談 你根本沒有對話 所以沒有抵抗能力就沒有對話 這是我今天的結語 是 來 郭將軍 您剛剛看到雷鐵兩千 它有三種彈藥 可以打15公里 30公里以及45公里 那當然據我了解 中科院現在也積極做雷鐵兩千的射程延伸 那射程延伸同時還有一種方式 讓它射程可以更延伸 就是前進到外島去 所以雷鐵兩千就是我們中科院 自行研發的國產的武器裝備 我個人過去在部隊裡面 我曾經擔任過它實彈朝演的副指揮官 所以很了解到這個武器裝備它的威力 跟它的實際的效應 那我也很贊同 郁將軍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遠距離常射程 威力強的武器 如果能夠重新考量如何適切的部署在一些關鍵的地方 而的確可以加強我們的嚇阻戰力 嗨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小軍 今天很開心為你邀請到兩位重量級的將軍 一位是郭立生將軍 一位是俞北辰將軍 郭立生將軍他具備有美國陸軍突擊兵學校 美國陸軍只參學院 包括了美國陸軍戰爭學院 以及北約防衛學院將官班這些學資 他也曾經經歷過我國駐美的陸軍武官 陸軍航特部特戰指揮官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的指揮官 以及馬防部的副指揮官 也曾經擔任國防大學陸軍學院的院長 也曾經出任過八軍團的副指揮官 今天郭將軍來到我們現場 這位今年55歲的俞北辰俞將軍 他在民國79年曾經擔任過陸軍軍官學校 59期機械式學士畢業 而在90年更是曾經畢業於國防大學陸軍學院的軍事管理 而在2006年民國95年班完成了國防大學戰爭學院 曾經經歷過國防部戰略規劃司軍制編裝處上校計謀參謀官 而于將軍也曾經擔任過陸軍軍官學校學員生指揮部的上校指揮官 陸軍裝甲第五四二旅的少將旅長 陸軍司令部的少將委員 今天邀請兩位跟我們共同來分析 全球都相當關注的間諜氣球事件 真的有所謂平流層艦隊嗎 真的有所謂的氣球軍事艦隊嗎 氣球的軍事用途其實在很早之前就已經被廣泛運用 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 氣球的出現改變了戰場的透明度 當時南北兩軍他會用氣球升空去觀察 觀戰 觀察敵情 那麼以前在南北戰爭的美國南北戰爭時代 一個軍旗就代表一個團 所以兩軍對陣的時候他會算 一二三四五六七十面軍旗就十個團 可是這個團呢 它是完整的還是殘破的不知道 可是又用氣球升起來之後一看 這個團後面只有兩排人是殘破的 這個團大概是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他很快的戰場透明度就增加了 第二個 我們知道現在有美國總統在白宮戰情室 白宮戰情室成立什麼時候呢 在林肯總統南北戰爭的時候成立的 戰況緊急的時候 整個觀戰的氣球上面只有電報線 十一支電報線直通了林肯總統的白宮戰情室 所以戰場的透明度 而且前線的這些將士不敢謊報戰情 因為什麼電報直接打到白宮戰情室去 所以這是當時在南北戰爭的時候 這個氣球的軍事用途改變了戰場的透明度 以及這個直管通勤 那後來氣球也用來做跳傘的使用 最有名就是在二戰的時候 日本大概有九千多個熱氣球經過平流程 丟到美國去 那當然因為當時的科技也沒有像現在這麼發達精準 所以原本日本希望引起這個美國西部的森林大火 分散美國在戰爭時候他的這些資源跟國力 結果沒想到只有這個六個平民死亡 而且美國當時把這個整個戰損的這個消息封鎖很嚴格 導致日本認為沒有效嘛 最後他就不做了 所以現在解放軍如果重啟這個 所謂的氣球艦隊或這個間別氣球 對 這個其實都都不是新鮮的事情 尤其是我看到中共的官方說 那只是這個科研的氣體 氣象 氣象的氣體 那我覺得更有意思了 為什麼 歷來 這些間諜船 它都是以科學研究的名義 譬如說海側啦 水文 我們在 常常在指揮所裡面看到這個 台灣周邊的 有一條船常常來 像洋紅系列的這些船 它是共軍裡面的海側船 但是我們都知道那叫間諜船 它不是光來看這個水文 海象 它還搜集我們的信號情報 所以 它這個所謂的科研氣象氣球 那是不是另類它自己就承認 那就是一個高空間諜氣球 因為 在這個7萬英尺以上的高空 沒有民航機啊 沒有一般民生氣象收集資料 它的必要性 那反而 在那個高層 7萬英尺以上 它可以很輕易的收集什麼 下面這些地表上的訊號情報 所以如果它能夠 做一個有系統的偵測 分析把它回傳回來 我想這些收集到的信號情報 是對它是非常有用的 是 但是 美國目前為止 對於這個事情會不會太輕忽啊 讓它在領空飄了5天 5天可以收集多少資料呢 那余江金怎麼看這個情勢發展 美國如果沒有把它打下來 那真的輕忽 再次打下來發現事情嚴重 因為大家認為說 一個氣球是什麼了不起的 這是一個老掉牙的一個偵查方式 可是中國這個氣球真的 飄洋過海到美國 只為了拍幾張照片 偵查幾張影片嗎 我認為不可能 絕不可能 這個高空氣球 它到可以到平流程耶 平流程有什麼不一樣 平流程它這個位置 它其實它是可以調整高低 它可以抓到衛星的不足 那你說現在中共這部衛星 北斗衛星這麼強 何必要用氣球 衛星在這個定點 咻就過去了 它沒有辦法 看很久 氣球可以 而且呢 氣球還可以補足 衛星一個狀況 導引跟定位 因為現在中國的這個飛彈 地對艦飛彈 它的命中率一直不高 大概在50% 還是50%左右 那兩發中一發 可是如果有了這個氣球 定位的導引跟定位 這不得了 這不得了 它會有一個定位導引的位置 在你上面 永遠跟著你 它會在海上活動目標 這些尤其是航母戰鬥群 它會提高它的精準度 所以我覺得 如果美國沒有把這個氣球打下來 發現這個氣球這麼精密 不是一般的熱氣球 不是一般的氣象氣球 它裡面 後來人家網友上網去收 看中國解放軍在買這個氣球 花多少錢 小軍你知道700萬人民幣 那一個氣球700萬人民幣 你說它廉價嗎 它一點都不廉價 球體不廉價 下面的東西也不廉價 所以美國才發現 哇 非同小可 所以才會研判說 是不是在中國某個基地 它成立了一個氣球艦隊 它所做的功能 不只是間諜征兆而已 它是不是要補足 它北斗衛星導引定位的不足 這才讓美國下出一籌冷汗 可是所幸的是 這個氣球所發現的裡面 主要的這些配件 不管是導航啊 定位啊 導引聯絡 像照相拍照 不是美國就是南韓 都不是中國自己做的 所以拜登下一步 可能會針對這一些 關鍵的領主艦 不能夠輸出到中國去 讓他協助這個艦隊再長大 我覺得這才是中國最緊張的 那斷了他的 斷了他的來源了嘛 所以這個艦隊耳後 除非中國自己發展出一套 可以不用借助其他國家的領主艦 如果全部斷線了 中國這些氣球艦隊 可能在短時間之內 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可是我不懂 在不同的時空 不同的國家 這樣的平流層艦隊 這樣的氣球軍事艦隊 如果已經由來已久了 美國有什麼好驚訝的 美國有什麼好猶豫的 因為沒有打下來 所以不知道他裡面到底是什麼 我是說他的 過去的平流層艦隊 早就建立了 對 包括了 那天我連線到 五大洲 對到Washington DC 給以前在小布希時代 在五角大廈擔任的 Peter 蘇斯瑞 他說他看過啊 看過解放軍的氣球軍事艦隊 軍事部隊的相關資料啊 那美國有什麼好猶豫 你第一時間看他從新疆外海 包括了白領海到阿拉斯加 甚至到到美國 從摩塔拉州 你說是農業大先 他經過這麼多的地方 好像還在猶豫耶 第一時間國防部長 不是還告訴我們說 這個打下來碎片 可能會傷及到 當地的一個民眾的一個安危等等 這是有這麼天真嗎 到底頭的內幕是什麼 我先講 倒不是 他並不認為這個氣球 有這麼多的功能 他真的純粹認為 他是一個徵兆間諜氣球 所以他認為在七萬公尺的高 所以美國有這麼天真 那真的 美國本來就 他認為這個 他認為這個東西我看過 我知道 可是他不知道 中國把這個 這個氣球變得 這麼樣的多功能 所以這次打下來 其實為什麼說 嚇出一身冷汗 原來這裡面有這些 這些精密的設施 所以美國才會跳這麼高 如果真的只是一個 很普通的 像徵兆氣球 美國無需這麼緊張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美國這一次 射下這枚氣球 所獲得最大的警示 是 來 郭將軍 那我認為還有兩個 我們可以考量 第一個就是他的時間點 真的很敏感 在歐物戰爭 在美中對抗 在整個美國全世界布局的 這個時候出現這顆氣球 第二個是輿論的壓力 過去他可以悶不吭聲 然後不予反應 因為大家沒在注意 可是這顆氣球的報導 從台灣 從世界各地 包括拉丁美洲 加勒比海 美國各地 所以美國政府他勢必要有所反應 那這個反應呢 又要能夠宣誓他自己的主權 然後彰顯他自己 對這個事情 處理的態度 而且要對民眾有所交代 所以我個人認為 從時機點 還有從這個民情語情的反應 他必須要有所回應 是有人說 形同好像是 總統大學開黨 副國務卿選曼 他認為這個事件呢 中國想要去 重塑他國際秩序的最新跡象 因為美國官員認為 如果上週 美國通過這個中國氣球 那個監控通訊訊號 美方會評估 對中國到底 要不要實際祭出 什麼樣的反制行動 我說因為眾議院 2月9號已經 無意義通過整個決議案了 譴責中國間諜氣球 飛越美國領空 侵犯美國主權 而且提案人 就是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麥康爾他說 他距離地面6萬英尺 非常的明目張膽的監控美國 非常謝謝兩位將軍 我覺得這個事情恐怕 我們持續要再關注了 謝謝 還有沒有最後補充 有沒有 最後30秒的補充 其實大家很懷疑說 如果經過台灣上空怎麼辦 其實不用懷疑 如果超過2萬公尺 一秒就飄過去 很快就飄過去了 對 那如果不飄過去 不飄過去 他如果在2萬公尺以上 我們還真的不好處理 因為我們的飛機 飛不到那麼高 對 所以說這才是未來 國防部要有因應對策 你打不下來就是干擾 否則的話 讓他停在那個地方 會很麻煩 很麻煩 那美國態度至少 雖然說晚了5天 至少一發馬上擊中了 香味蛇飛彈 然後呢 我們國防部會有遲疑的空間 甚至可能很難嗎 一個Truplemaker 很難去應付嗎 郭將軍 我們的戰機要飛到那個高度 對 我個人不是這空軍的專業 我想還是要救救空軍的專業 是 那但是我們絕對不會說 毫無反應 就沒有辦法 剛剛余將軍所講的 電磁干擾 這是一種手段 是 好 很好了 我們下次來邀請誰的 Mango Mango 來到我們現場 邀請聽聽看張將軍 那台灣怎麼應應這個狀況 謝謝兩位將軍 也謝謝大家鎖定小軍台灣Plus 不要忘了按讚訂閱跟分享 還有加入我們的會員制喔 謝謝大家力挺小軍台灣Plus 會製作更多更好的一個內容 就想邀請這兩位重量級的將軍 透過了這個氣球事件當中來看看 中國你想要重塑這個國際秩序的新跡象 問題是好像一切都被看穿了 我們再會了拜拜 不管您是每個月贊助一百元的會員 還是三百元一千元的會員 享受到的福利都是一樣的 您一定會問 那我為什麼要加入一千元的會員呢 沒錯 我們的初衷只是希望 讓這個頻道能夠更長久的經營下去 而不是以賺錢盈利為目標 我希望大家在行有餘力 可以請小軍姐 請我們辛苦的製作團隊喝杯咖啡 有能力的就多辛苦一點 多捐一點 大家一定要量力而為 好大家量力而為 這是我一直一再要強調的一句話 我要請贊助者放心 我們一定會好好善用 你們的每一分錢 把它發揮到最大的效益 有心就有力 我們一起加油 為了台灣這塊土地 我們永不放棄